时间不料台中市的百货大战早就已经开打了 从今天开始百货公司先是请来贵姐聚在一块 大跳Nobody舞宣告活动旗袍 而且各家百货公司也推出了很多活动 就是希望抢功您的荷包 百货公司贵姐换装跳热舞 台下近签名贵姐也不甘示弱 大动作一起跳Nobody 连男性主管也戴上假发 换上闪亮景深衣 就是希望今年业绩跟这首舞一样红 台中市百货公司母亲姐档旗提前开打 业者找来签名贵姐尬舞 甚至模仿当红偶像人物 就是希望借此炒热人气吸引满气 中有百货化妆品最低三折起 台中广三搜购化妆品五折起 还有特定商品下刹到1.9折 德安百货虽然4月中才加入战局 化妆品内税仪也打出满3000送300的优惠 新光三月台中店要等到4月初 才能知道有哪些优惠 我们预估这个档旗大概成长有5个%以上 因为随着景气慢慢的复苏 以及这个天气渐渐的变热 我们对这个成长是非常有信心的 业者表示看准今年民间消费信心普遍回升 为了抢先机才会这么早就宣告 母亲节党旗开跑 而且几乎把最优惠的商品都摆在前头 就是想吸引消费者越早掏出荷包 TVB的新闻林志恒 SNG小组台中财宝报道 好 再来看看正义话题 那就是天王周杰伦 今天闹出了所谓的清泉纠纷 为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周董 他在电影苏起儿当中有客串演出 不料如此